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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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一个人来解答 他在我心中是一个胡同专家 他就是北京市东城区的文联主席 张志勇老师 咱们找到他 就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那么跟着书本去理行 咱们一块儿出发 胡同一直被我们外地人认为 是最容易迷路的地方 因为这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 所以我得靠导航 才能找到和张老师相约的地点 张老师 欢迎你 校服 久等了 久等了 这地方太难找了 我一走胡同就迷路 首先欢迎你到我们胡同来 谢谢 谢谢 胡同迷路是一个好现象 是吗 让你不迷路 你就先了解一下胡同文化 太好了 在里面吗 是 走 校叔 我为什么要带你来到这个地方 对啊 因为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 要想了解胡同就必须从这里开始 得有门槛 对 其实一说北京 我们建成三千多年的历史 建都八百六十七年的历史 那么北京建成是从西州 西州在司马迁写史记当中就有一句话 说周五王十一年 灭商伐咒 封少为燕 封少公在燕地 当时那个时期北京城就建立了 你看金中都 你看金中都当时海灵王蜿蜿蜿梁建的金中都 那么忽必烈建的是元大都 当时元大都的形成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 整个元大都的一个形制规矩按照周礼考工计的规制之外呢 那么也具有我们常说的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城 传说北京地下海盐里有聂龙 而哪吒是龙的克星 所以元朝的设计师刘炳中把北京城设计成哪吒的形状 以求镇龙压怪保诚平安 顺城门 立正门 文明门为三头 东边的齐化门 崇仁门 光西门为左边三臂 西边的平泽门 和义门 肃清门为右边三臂 北城墙上的两座城门 建德门 安真门便是哪吒的双脚 而北京城的胡顿 大街就被看作是哪吒的大小肋骨了 那么在元大都建成的时候 忽必烈就有一个规划 这个规划在元 雄梦祥 西京志当中 就明确地说到了说北京啊 大街的规制是二十四步 二十四步这么宽 到底有多大呢 小街是十二步 胡同是六步 你想想 我考考你啊 你看啊 一步等于五尺 一尺等于三十公分 那么一步等于多少米 一百五十公分 一百五十米十五米 一百五十厘米 一米五 对了 回答正确 一米五 一米五 这怎么也卖不到一米五 就是古人那么高 她腿那么长吗 其实不是 我们学过寻旷的劝学 里头有一句 不积魁步无以致千 不积小鼻步无以致江海 那么古人的魁步实际是我们现在的一步 它叫半步 也就是说一脚 这是魁步 那么一腹步是古人的一步 也就是我们现在两步 是古人的一步 所以一步一点五米 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同六步是一米 六步就是六三 九米 也就是更一半了 对了 但是胡同这个字呢 也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当中的 字也不一样 字也不一样 待会我们就会知道胡同的演变 我给你请了一个神秘嘉宾 让他来写胡同是如何发展的 太好了 走吧 走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书法家 郭宝庆 郭老师 郭老师 您好 久仰 久仰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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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他在写这个不同的 我们的先让您认识 您看 这是什么字 这难着我了 这个通和火我认识 那是没问题 这个像街道的街 有点意思 说街道的街已经有点意思 这念像 像 这叫像通 像通 这个呢 那就火像 火像 像通和火像 谁引用了 也是我们的一本古书 也是我们的一本古书 元代 熊梦祥在写 细精致当中所表现的 胡同的一种写法 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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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火像 火像 这个就是通那个像弄的像吗 小巷子的像吗 通那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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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接下来写的是 我要谢谢您的认识 看看这两个字怎么读 好 这次我觉得两位老师别笑我 人家说秀才认字认半边 我这认半边 我只认中心 胡同 太对了 对的吗 完全正确 这个胡同 也是源于我们的一本书 明代 张觉写的 《京师武城街巷胡同集》当中 他用的胡同 就是这两个字 胡同一子 最初建筑园杂具 观汉清单刀会 第三者中有 女孩儿到那江东 汉路里摆着马军 水路里摆着战船 直杀一个血胡同之语 古人曾用 有名胡同 三百六 无名胡同 四牛毛 来形容北京胡同之都 它不仅是城市的脉络 交通的渠道 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 经成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 张老师 咱们了解了胡同的背景 然后知道了胡同传统的写法 还有不同的分类的叫法 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云中旅行团会有很多的问题 咱们给他们一个发问的机会好不好 好的 好吗 来让我们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 嗨 你们好 大家好 又见面了 老师好 老师好 刚才我们是一直是填塞式的 给大家很多的知识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先问问大伟 大伟你现在是不是一头问号 对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老师 现在北京究竟有多少胡同呢 这张老师不会一条一条数过吧 有多少胡同 北京的胡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 那么在元代元大都刚刚定都北京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胡同是413条 那么到了明代北京的胡同是1170条 哇 翻倍了 到了清代北京的胡同是2070条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胡同3200条 那么现在我们北京仅剩些1000多条胡同 有点可惜 那么刚才你们听了北京的胡同有多少条了 那么你们知道胡同当中的门有多少种吗 有没有注意到 悠然你注意到了吗 我有一个问题 门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 都是两扇可以推开的那一种 你看他反问您了 这门不都长一样吗 怎么还会有不同的门呢 那就让我们实地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呀 那让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 好 好 好的 走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千金门楼四两屋 我听过 门楼为什么这么贵重呢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门楼的规制 那么门楼 这个门楼上边最高的那个横着的叫极岭 垂直于极岭的这个柱子叫中柱 所以门扇在这个位置上除了王府级以外 最高规制的大门叫广亮大门 它就是等于在这个顶梁柱上 对 是吧 对 就是在中间 所以这种规制门广亮大门是里外是一比一的 对 这个面积 那么往前走一步 这个柱子叫金柱 如果门扇和门飞在这个位置上就叫金柱大门 金柱大门 再往前走一步 这叫岩柱 如果整个的门扇挪到这儿来 这就叫蛮子门 还有一种就是蛮子门旁边有鱼塞墙的 这就叫足矣门 学到了 但是我现在可能在这个门这儿学到了 我不知道我见着还能不能认出来 接下来咱们转胡同就考考你 咱们转胡同有讲究 我也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有惊喜太好了 哇 老狮子行车 我让你骑车咱们转胡同 好嘞 这个是我的是吗 谢谢 太贴心了 张老师 好 走吧 走 走 哎 哎 张老师 这如果我自己走 我得迷路啊 迷不了路 条条大路通过嘛 你都可以 但是不过也有可能你会迷路的 因为走到了死胡同 你要不认识还真是走不出去了 李渔的《巧团园》《鲸鱼》中写道 这所门面高大定是个相换人家 北京人也常说 瞅瞅大门就能知道主人是什么身份 由此可见 门楼与宅子主人的身份 文化 喜好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 不同的四合院门楼 无疑是京城的一道风景线 更折射出中国自古以来 对门面的讲究 咱们是实地考察了 我们的云中旅行团可是没有 你们刚才看到了吗 云中旅行团团有吗 嗨 看到了 看到了 对 那么多种门楼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整集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马上这一集就要结束了 所以再给大家一次发问的机会 小云朵举手了 哇 手举得那么高 你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春联 都是挂在门的两边的 但是这次我看到 为什么那个门上 它是直接在门上写的字呢 其实我跟张老师当时 也把它拍下来了 他说的应该就是这个 对吗 这个红门 对 这个门啊 刚才你说的是 那叫营帘 一般的在门的两侧 那带胡同多为在门的中心 所以叫门心帘 北京的门心帘 多是中后传家酒 诗书记事长 家训 家训 家风家训 所以也有难的 你不是刚才那个 第一副那个帘 让大家猜一猜 这个写的是什么 这个是八个字 但是我估计我一下子能认出来的 可能也就是一二三四个 大家能认出来吗 看看 有点难 大伟特别认真的在看 大伟 你刚才已经要回答了 你说我能认出来的是 是哪几个字 好像有个天字 福天祈福 环海敬青 是吗 太棒了 太棒了 福天祈福 环海敬青 姬是姬子五福 姬子五福这是 姬子南五福 长寿福 富贵福 康宁福 浩德福 和善中福 是这样 然后下半句是 环海敬青 这句门帘的意思 也就是说 站到海平面上 看大海如此的平静 是啊 哎呀 这一副门心帘 都这么大学问 其实它主要就是一些 加风加训 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 进门的时候 都把加风加训 铭记在心中 是的 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的 咱们今天跟着张老师 转了一整天 但其实我们只了解了 一个皮毛而已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还要继续跟着张老师 一块来逛胡同 可能我们就要了解得 更加深入了 对 我们游表集里 了解更多的胡同文化 太好了 跟着书本去旅行 我们明天继续 再见 云中旅行团队团友们 再见 明天见 再见 再见